泡麵可以放那麼久 是因為它經過那些 類似乾燥的作用 它裡面水分含得很少 它是因為這個樣子 它才不會去 賣掉 不是 我這個 我覺得真的太為難一般的人了 對 太多了 連這個泡麵 這是很多人拿來乾吃的泡麵 簡簡單單 你覺得根本沒什麼對不對 對 就麵啊 它... 寫了一大堆 它都覺得這麼多 什麼鳥瓢鱗 鮮瓢鱗 那只能告訴大家說 你有時候你看到這樣一個 小小的一包泡麵 它的熱量 這樣一包就接近200大卡 這樣只有200大卡 就200大卡 因為麵條是用炸的 對 然後這個它最可怕的地方是 它的鈉的含量 你一個人一天只要兩千次 你很聰明 那你知道這一碗的泡麵 如果你吃下去的話 你的鈉含量是多少嗎 2200 就一整天耶 幾乎得一天的量 一整天喔 吃 所以不會吃來會 會造成 心血管疾病 高血壓 高血壓 然後熱量會肥死 對 沒錯 它的飽和脂肪都不低 會肥胖 基本上大家擔心的是致癌 但其他的慢性病 都會因為它而產生 也會有 那剛剛有人在說 那是不是那個調味包 不要加不要吃就好了 那麵條的部分是不是也很恐怖 會好多了 加青菜 會好多了 現在先講一下 剛剛講說泡麵沒有加防腐劑 它這樣標是不是騙人 答案是沒有騙人 因為台灣的泡麵 他們確實規定就是沒有加防腐劑的 但你講說那它沒有加防腐劑 它怎麼不會壞 沒有加防腐劑 不會壞的東西還很多 最常見的就是罐頭 罐頭食品也沒有加防腐劑 高溫殺菌 但是它可以放很久 甚至你發現那種高山 山難 如果突然找到前一批人 留下來的罐頭都會超高興 因為罐頭是因為它經過 高溫殺菌 無菌充填 保存在沒有菌的環境下 菌就沒有長出來 所以它不會壞掉 真空的話 所以第一個 只要如果我能夠沒有菌 而保持在無菌的狀態 它本來就不容易壞掉 所以這是一種方法 泡麵用什麼方法嗎 泡麵就是 它把水分逼出去了 所以你看麵條 濕濕的麵條 如果你去陽春麵攤有沒有吃 那個放在外面 如果它可以放一整天 你才要害怕 為什麼 它那麼濕 那麼新鮮 那麼Q彈 它應該要很容易壞掉 因為水很多 你喜歡 黴菌也喜歡 細菌也喜歡 可是泡麵它做一件事 我利用油炸的方式 或烘乾的方式把水逼出去 水逼出去之後 水很少了 細菌就不大容易長 所以這是一個方法之一 你說可是用油把它逼出去 那油會壞掉 所以有剛才看到那個維他命E 叫做 抗氧化劑 所以它那個油裡面加了 維他命E抗氧化 然後再用這個麵條去裡面炸 炸了之後把它水分逼出來 它就不容易壞掉 所以你會想說 如果你只吃麵條 而沒吃這個醬料包 當然你的風險就小很多 可是你說騙人 那那三十幾種東西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台灣現在問題是說 當我們混很多之後 我們很難想像 他們混這麼多之後 會有沒有什麼樣的情況 但是可以保證的是說 他們的劑量都合於我們的規定 其實泡麵它叫做營養學上 叫做沒有營養的東西 空熱量素 它只提供熱量 沒有提供營養素 那你頭髮本來就需要營養素 那它不能算澱粉類嗎 它其實 它蛋白質的量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你沒有蛋白質 你也容易掉頭髮 所以如果你長期每餐都吃泡麵 你確實它會有掉反 也是 裡面的高鈉跟高油 會有心血管疾病 這一定會心血管疾病 那如果這樣講 我們大家很多人 其實是很愛吃泡麵的 宵夜來一碗 對啊 我們先會建議一下 我們吃得健康一點什麼泡麵 還是要吃 不是 我們銀河一般打算 好 要人性化一點 對 我覺得倒是可以改良一下 比如說你的麵 就不要選油炸的 這個倒是一個重點 不要選油炸的麵 有些是那種 比如說搓掉水分的 乾燥的麵條 是蒸煮麵的那種 相對來得安全一點 當然有些人他會覺得 加一點菜 加一點蔥 或是說加一顆蛋 然後或者是說加一點豆腐 其實就是讓它變成說有主食 然後有蛋白質 然後再來有蔬菜 那如果你家裡沒有蔬菜的話 你倒不用說 特地要為了煮泡麵去買 其實你家裡如果有水果 其實你如果說沒有蔬菜 你補水果也可以 可是我覺得 還是真的不要吃太多餐太多次 然後現在最風險最大 其實現在最熱門就是所謂的 對 好好吃 泡麵都很想見一次 泡麵鍋的臉書 是不是 因為他們雅蘭會煮 他們雅蘭會煮 吃的 因為你發現 布對鍋裡面的蛋白質 我們就稱作叫 裂食的蛋白質 因為小腸的火腿 小香腸 這種的蛋白質 都是加工紅熱的蛋白質 然後再來是起司 起司重難 所以其實起司它的耐含量 也會讓你增加很多 所以其實布對鍋這種東西 可能它的風險會比較高 少吃一點 不過它真的很鹹 布對鍋 味道比較重一點 有人說泡麵要吃的話 那個第一泡的那個湯頭 把它倒掉 如果你是油炸麵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倒掉 原因是因為可以稍微 油脂少一點點 就跟泡茶一樣 泡茶的第一泡要先把它弄 泡是農藥的問題 它都一樣 對啦 好 來 米思五 好 也是很多人 每一題答對 經常會問到的問題 來看米思五 就是常吃微波爐加熱的食物 容易致癌 是不是 微波爐現在每個家庭都有一改 但有人不敢用 不敢 對 你如果真的純然 只用微波爐去煮食物 你不要用瓦斯蘿蔔 或是加熱 常這樣吃 會不會自癌 圈插 請選擇 會 加熱 會吧 加熱 OK 你現在怎麼樣 你要選什麼 你現在是哪裡 坐立難安 我是在有個混亂 混亂 不是 你總共要給一個答案 我也是混亂 來 對啊 我應該是這樣子 插 你還是沒有 哪有 它是誰 你這樣這樣子 你肯定一點 常常男子漢 不是 我是男子漢沒有錯 可是因為我 常常會這麼做 不是 因為我突然會覺得 好 來 你先圈 等一下 確定了 不是 我覺得是要把題目 再講清楚一點 那個字你看不懂 微波爐在加熱 好 我們這樣說好了 你常到便利商店 是不是有一些 微波爐在加熱的東西 水餃 蒸餃 還有一些很多 麵 便當 全部都微波爐在加熱 你常常吃這種東西 就是加熱 就是因為微波爐加熱 不是 可是我覺得會自癌 但是自癌的東西不是那個食物 是微波爐會讓你自癌 一樣 都一樣 反正就是這樣的意思 微波爐會讓人自癌 等一下 我可以解釋 不是覺得是那個食物 它有浮射是不是 所以那個加熱丸拿出來 你會進去聞是不是 不是 它也是化成 但是微波爐的周邊的5公尺之內 都有噴射 不是 有一個說法 是說微波爐你這樣放著對不對 電磁波 那我們站著 尤其是我們的復刻的地方 絕對不要對著那個地方 所以每次 譬如說我要加熱的時候 我就先放著 然後就按了之後 我就趕快跑 我也是 我也是 對 我跑超快的 就趕著癌症 等一下 你們兩個坐這邊好不好 你坐在那邊 我跟你們真的不一樣 我們家有微波爐 我們也沒有這樣子做 就是微波爐這個器具本身 這個問題 不是上的問題 很多年前很多人網路都在邀請 說你靠近了肝會熟 還是說什麼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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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了跟他們兩個區別 我真的不能跟他們公共 你剛剛是許圈的 我本來是許圈 但是他的解釋我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我會去觀眾會罵 沒有...不能改 不能軟 觀眾會罵我 你堅定你的立場 我不要... 我本身就一直拿掉出來 要這樣子啦 好啦 來 到底會不會致癌 王醫師